最新消息 台北市中山区的长春路上 一间酒店在今天零点五点多 发生了酒客闹事的案件 当时有一群人在包厂当中喝酒 过程当中疑似有人砸杯子 引起包厂里头其他人不满 于是自己人当场打了起来 造成其中一名酒客受伤 警方获报之后出动了快打部队赶到现场 但是一群人还是吵得不可开交 因此警方只好喷辣椒水控制现场 先将受伤的酒客送医 同时也将包厂当中闹事的酒名酒客带回征讯